因為他的問題是很不同的角度 有些是病變性 有些也是情緒、心理、行為 其實真的有很多範疇 究竟他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我覺得基層醫生有一個好的位置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規範性 哪個器官、哪個系統、哪個類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線 至少聯繫和青少年的問題 青少年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發展的過程很快 所以他的心理發展也很影響到他臨床 那個時候病症的出現也有很大影響 或者一個例子很日常我們見的 例如一個例子 最重要的是一個年輕人 在很久之前我私立職業的時候 他一天看是哪裏才發熱、發高消 你看到他最重要的問題 發高消 你看到哪裏發炎 就是醫治他那件事 然後養理後的媽媽就來告訴我 他們沒有治好我的兒子 嚇到我一跳 難道抗生素等於是否還未退燒 那天主要是他想來看暗瘡 他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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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燒 他那天發燒是答案的 暗瘡才是最重要的病 有時候我們可能覺得是這麼傻的 但有時候就是他們的情況不同 他們可能覺得哪件事是重要的 但我們還未解決到 還有有些情況下 他覺得那個病徵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在不同年齡來說 有些頭痛他可能越來越大 他覺得不太重要 但可能他也吃太頭痛 作嘔 他經常以為是自己讀書院不夠分 但可能他以為是這樣 因為他除了他功課多 但可能原來他腦部有事都會出奇的 所以那個 clinical presentation 未必是好痛 所以這個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們覺得健康醫生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階段 我們很明白到 有個叫做Family Cycle 或者Deline Cycle 我們知道從0至到差不多99歲 每個階段 每個人發展 我們應該都熟的 反應我們要熟 我們可能每一個病的生育 未必很需要熟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專家 去同學防線去幫我們 但我覺得那個Line Cycle 我們一定要熟 因為我們是如果是住房醫生 唯一一個醫生會熟的 你應該是小時候 例如打你揹針 連到他99歲 不同的東西 但你是那個Line Cycle就熟了 就是在不同的階段 他的生理、心理變化 和他在Family方面 變化方面 我們叫Family 和Deline Cycle 你很熟 當你熟了這件事 就覺得Manage熱情人 不是一個問題 立即是說難 manage 我們在在都好 我們做父母都知道 自己都已經是難搞 或是病人 所以這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熟過 即是One-One書 熟過不同的階段 他的發展 在心理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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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有幫助 如果有一本好的書 應該出了 他就是英國的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英國的行業會 即是Bedicture Journal 出的ABC 他出了很多 ABC of skin problems ABC of asthma ABC of depression 其實是挺好的 因為那個是挺好的 還有一件事 也要留意 作為一個監禮醫生 在早期 在當年小孩 11、12歲的時候 他要很重要的 看待他們的人 就是父母 開始到15、16歲之後 就慢慢的變化了 但是那個青少年 他自己是開始 慢慢的照顧他自己 還有他開始越來越多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有時我們面對的 其實是兩個病人 兒科就很清楚 是兩個 不知道 可能媽媽也是一個 青少年說 早期11、12歲 不要緊 你媽媽和他 但是可以到15、16歲 究竟誰 你兩個 其實是有責任的 你只說給小孩 可以不可以 就好像不夠 因為她的寶寶 但你只說媽媽 又可以不可以 又可能又不是很夠 她的小孩有想知道 那個青少年有想知道 所以開始這個動作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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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工作是加重了 還有 有些 十六、七歲 可能自己來看醫生 有些十六、七歲 還是媽媽 有些媽媽 你看完了他 又來找他 再問他問題 那怎樣去控制呢 那這些 一連續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是 提開到整個家人 那就不是很困難的事 因為你都很熟 很多事情可以處理到 但如果你不是 在家人 的話 就不是熟悉 所以家人有這個好處 在其他方面 我想 除了之外 最重要 除了生理上的發展 而言 那個 cognitive skill 就是他想念的方式 其實有轉變很大 有兩種thinker 一種叫做 concrete thinking 一種extract thinking concrete thinking 很簡單 he and love 很現實的 十一、二歲的小孩 今早又走 今早又再來 今早發生的事 當你解個病的時候 你很重要 如果 胡教授都說 很多好好的例子 有時你解病人 你要一針見越到肉 所以胡教授就舉了 很多好好的例子 小孩子說 你純粹說 吸煙 你說將來你會肺癌死 浪費 無謂說 你說吸煙 沒有女生喜歡你 跟男生 立刻記得 你是要想這件事 所以 所以 可能和這件事 未夠吸引 你還要想一下 所以說 你跑步可能 你跑步可能會 你跑步會輸 你一定會死 即是他會覺得 立刻 你要想一下 立刻見效的 所以為甚麼 那個年青人發高燒 他會不會說得重要 803度 沒有大不了 我沒有痕瘡 很重要 我燒了803度 後來發言也不要緊 真的有這些例子 所以你要考到 它是concrete thinking 我們要說一件事 我都十七、八歲的時候 他可以去看法律 假設性 比較深遠 我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叫他不要回歸 我去運動會 我去參賽 他只是想這件事 我要去旅行 我會想 你覺得很傻 他說的方式 到十七、八歲 你會說 有傳染病 不要上學 的人 浪費氣 他不會想到這些 到十七、八歲 可能他會做PF 學長、班 他可能會想多些 影響是挺大的 但是這個 由這個concrete 連著Ebservating 沒有的稅數 有些是很快的 十三、四歲 已經想到 所以其實你說 年年變 或者十月半年 半年變 你要access到 他的想法 究竟屬於停留在哪個階段 你以為 兩、三、三 很多時候有個問題 就是你千少年 他十四、三、四歲 看完你 可能他到十八歲才回來 他幾年真的沒有病 或者未必需要找到醫生 那你以為十八歲 就行了 他應該會想這件事 那你用這樣的 你跟他explain 可能他還是 留在concrete 多些些 那時候 他就變得 完全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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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最重要 就是這個最轉變率 最快 也都沒有時間秒 因為這種變化 是真的 各個青少年 是不同的 等於青春期 發展一樣 肥經期一樣 幾歲 十二歲 女生的大 有些很早 有些遲些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屬於一個 normal variation 即是 有些很遲 不代表他不正常 但那個問題 要怎樣去處理呢 他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早熟 有個好處 很離婚 都是很快 高大 或者看不到 네가 sexually氣 都很懶貌 同學 人們會啊 很多東西 拿來取笑 這個風 것 äter 畢獗也是會被人取笑 但是那個方70 會很長的 所以有些 那一個 shuttle 還有整個發展的 puberty 青春期和cognitive的思想 除了是環境因素也影響了很大 特别是东方人社会 很多事情在很体内的方法 问题永远是体内的 在社会社会方面的影响 也不是太做注重 呈现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区体化的病患 很多时候都是头痛、胃痛、头晕 年轻人会有些很困难的 出现来看医生 可能有时令我们头痛、胃、脚、脚 特别是东方的青少年会多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社会的表演 所以说Western culture很容易 还有有时我们在门床医学 如果他头晕 可能车都没事 当时一说情绪、心情 未必父母能够接受到 或者觉得是真的 你是否在说话 你不懂断证就这样说 但是这就变成了一个 比较physical的大影 就是诊断下去 但有时那些名称 你知道我们在香港 有些病的名称越来越有趣 将它变成了 好像是新病变性 但是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些 我们叫psychosocial 各方面的element 就是淡化的那样 将它变成一个好像是病变性 但是这个头晕越差越深 特别是我发觉这个问题 如果在东方的青少年 在西方国家长大 很多时候那个问题重大 那个驱替化重大 我发觉在英国来说 一些中东、印度那些重大 加上语言的障碍 可能未必小朋友 找英文雅父母的语言的问题 令到那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也当我在2004年 在青少年的研究 都发现香港有百分 那个是看2004年publisher 是99年做的 15%的青少年 很多个病 我们是没办法 label它一个很正确的diagnosis 但就说那个physical development 由一个青春期前 有一个生育的 例如青春期前 譬如有月经 或者精子分部成熟 可能是有年半至五 甚至到五年都不出席 就是由青春期前 去到女生来说 预防发express development 青春期可能是很快 也要到很久 在這段時間 它亦會有很多不同的 stress and side 還有我們作為健康醫生 也要太早去 refer 專科去 check 有時有很多事情 發覺都是一些很正常的 delay 這個 normal regulation 但我們也要小心 太遲的話 也都可以下載 所以我們也有這件事 很多時候 你們會看 評估一下 譬如好像女生說 性水母經紀力的時候 可以看其他的sexu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是否正常 譬如有些說 她那個高遠還是很小 你看看其他的character 是否發展 唯一的辦法就是 不斷地 比較close 去fought off 如果發現沒有一動動的話 你也要 refer 給專科醫生評估 也看看有沒有原因 delay 青春期 譬如有些慢性病 身體上 因為如果你身體可以 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是挺清楚的 但我覺得我們比較要留意的 會不會營養那方面 有沒有飲食的失調 還有一些慢性的病 令到她的癒癒 很多時候 因為青少年那裏 醫生都會有一個困難 很多時候 會只會說一件事 或者 發去隨隨 現在說我便醫了 就是你頭痛的 頭暈就給藥給你吃 可能不要去詳細去看 那你說 就會失去很多的東西 所以那個communication 也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有些什麼tips來的 有些communication lessons 最重要就是 你是需要照顧到她和她父母 是兩樣東西 你都同時要 但是最重要呢 都是要讓她知道 她自己是最重要的病人 有時父母可能over了這個roll 覺得她媽媽都說了 她媽媽都說了 她不會說的 你沒有聽過 醫生聽我說了 有時就說 都不是你病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 你沒有那個東西 就是要平衡這兩個東西 或者說 讓她先說 因為始終是她的感受 然後你有什麼東西可以補充 如果覺得有些問題 又不妨分開 見他們 還有一些issue 例如你到十五 十四歲 你不是你病的一樣 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斷提醒醫生 我們不是教女兒 我們是醫生 記住 請問 搞了這些東西幹什麼 給你修律讀書 不是 我們是醫生 不是教女兒 這個很重要 在香港有試過有些communication 她的性行為 喜歡有些醫生的投訴上來 和她收到投訴上來 你怎麼這樣評我 我性取向的問題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們要記住 我們是醫生 不是教女兒 可能你會很勞氣 看完整個教練 讀書這麼厲害 現在是這樣的 這是兩樣東西 就是處理問題 不要judgmental 就是不要有你的 你是一個客觀成 不要有你過癮的想法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特別是女兒子 我告訴你 我真的犯了 我不是濫用的時候 你覺得不好 有時候你如果不舒服 去處理這件事 你或者找另一位同事 你覺得我不是很舒服 去處理這件事 好過你用一些 來此為個人的意見 這個是比較容易發生的 還有某程度上 那個保密 他也要尊重回它 當然你不是說 什麼都不告訴他 但是適當時刻 當然要說 但是有些事情 都給他感覺到 是有一個 confidentiality在 讓他可以 有些特別的事情 給他 最普遍就是 有時候 這個我們叫 teenage pregnancy 如果你處理得好的話 他危險性是低的 有很多不同的issue 要做這件事 如果說性質疑是怎樣 就可以過程度 再說一說 如果說一堂 我都盡量把不同的問題 擺出來 如果你說性質疑 如果說性質疑 就順便被人弱 那可能問你 那怎樣呢 又可以說一堂 還有一些醫生 既然是這樣 不如當我們年輕化 不如我們又扮年輕 跟他講 所以說 始終他都尊重你的醫生 只不過你是比較明白他的感受 尊重他的病 但你又不用特別跟他說 已經潮流 我現在有很多青少年 看我什麼 看看現在 他們的俗語 根本我都不認識一半 但你變回醫生 始終他只能看你 青少年 他期望你是一個專業的 所以也不需要太特別的 那如果這個Hedis 這個是我的確認識 有時候你敲了頭緣 都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可能他經常頭暈 又經常胃痛 又頂著 我確認過很多事情不好 究竟我應該敲花 我應該再做些探索 探索 我要深入 記得 before 你想做多些事情之前 但因為我們知道他難以下 很多時候他都應該 不是太大問題 生理上 或者是意觀上出現問題 那Hedis 其實是一個好的貼士 第一 你問清楚 home 他家裡怎樣 最好還是open-ended 讓他講 他講這裏 可能已經有很多 爆了很多故事出來 接著E E Education Employment 他讀書問學校怎樣 Employment 他做事怎樣 E A 日常生活 因為什麼日常生活 他一會兒 我會講 由很有興趣的 變無興趣 你就告訴你 他可能是有depression 就不要miss這件事 miss這件事 會死人 又是light saving 你發覺一個青少年 有depression 有自殺傾向 你真是救了一命 是現即刻 看到效 D 當是drugs 包含在吸煙飲酒 尤其是你真的不知道 他幾歲開始 就很gentle 跟他講 S 當然是直接open 男女之間的關係 慢慢地打進去 通常如果你open 他會告訴你 S 就是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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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我都會再詳細分析 其實你拿了這個Headless 裡面的temperature就變得清了很多 一個consulting就拿不完 分多幾個 暫勁地去做 但做這個是一個幫助 講一個general 看看development裡面出現問題 the lesson 叫basic 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講講一些慢性病 在年輕人 但現在因為科學窗戶 很多有congenital problem的小孩 以前就根本大不了 但現在會大 也有很多manderhandicap 也都會到十幾歲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所以越來越可能是已經 因為醫療上的創新 也都令到有些本身先天性有病的 也都會大到的 就是藥得大 你這麼說 但也有些慢性病例 是哮喘 糖尿病 肥胖 這些慢性的病或者問題 也都越來越多 所以有兩個問題 就是出現慢性病 在年輕人裡面 也都 所以都是要值得關注 那慢性病來說 對他來說是增長的 最重要就是困擾著他的情緒 心理上的發展 也都除了他之外 也都是影響他的家 當然只要有一個青少年的病人 他有慢性病的話 一個最好indicator 看病 當然有些指標看著他 控制得好不好 也都看他在學校的performance 如果是跌的時候 首先我經常提到老師 有時候我也做一些老師 健康學校培訓 當你發覺學生 做performance低的時候 沒有一句就只是說他 你上課不輕鬆 其實一句 明天晚上 另一個變輕的Professor Albert Lee 也會跟你說 這個睡眠窒息的 小孩子都有 可能他根本都是肥胖 睡眠窒息 現在小孩子越來越多 年輕人越來越多 可能因為這樣 他聽完也不夠睡 明天上課就又暈了 這個事情 當學生的表現的時候 真的很清楚 看他有沒有一些 health problem 可能是生理上 除了他肥胖 睡眠窒息 他就有問題 敲准控制得不好 經常會咳醒 他睡不到 鼻敏感 鼻到樓 經常會咳 很簡單的事情 翌日睡不好 他就在那裡釣魚 所以這件事情 Decline in school performance 是一個很好的indicator 應該正面去看 他有沒有一些health problem 存在 我們就要去找 OK 還有一件事 他現在越來越大的小朋友 他可能在一些特別的學校讀書 接著可能他去工作 我們也都要教他 有時候我們不是教他 某種程度 我們作為他的健康醫生 也都可以幫到他 加上他的信心 技巧的方面 有時候他的媽媽都會問 糟糕 如果這個小朋友 你知道有小看大 他都是比較智障的 或者他有些 先天性的 磁力化之問題 他出去做事行不行呢 如果你看了那麼久 有時候他跟你是一個好朋友 很熟悉的話 你有些簡單的皮膚 你給你一點信心 他們會做到 另外一些比較 Mandle Heavy Cap的那些 一方面有時候 其實我現在不是擔心 營養不夠 因為他某種情況 他可能運動小 吃東西不是很好 吃減 會變色的肥本是一個問題 可能他們變成 因為他越來越容易 他可能三十多歲 他出現一些心臟的問題 因為他們運動小 吃東西也都 有吃父母也都比較縱容他 就是知道他先天性的問題 有得他吃雪糕 哄他開心 不做運動就算了 可能他有些心臟有事 怕他有東西 肥本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那裡 你都知道他從很小時候開始 像胡家順說 你在十五歲之前做的 一樣 他的道理一樣 開始覺得 食量運動都是重要的 不要因為他先天性 有些病而停了他 他做到的事也要鼓勵他 慢性病 譬如糖尿病 或者酵症 這會長期復用藥物 由大人來說 復用藥物都已經困難了 何況一個小朋友 復長期復用藥物 其實不是容易的事 其實最重要 如果令它影響到 尤其是不要緊 我媽媽經常說笑 我們七十多歲出去吃藥 不要緊 他覺得很開心 他吃藥少了 整個胃胎一出去都是吃藥 其實都不是健康的 如果年輕人 你拿一粒藥來吃藥 整人的那個亡威 為什麼會這麼怪 拿一個噴霧出來聞 為什麼酵症 不使用噴霧 就覺得怪相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理解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 他不吃藥的時候 是什麼原因 你的療程 也要跟他生活化 所以現在酵症 用藥物的療程 例如早晚或者晚上用 讓他生活 不需要在平常生活 表現出來 這個也是重要的 還有用藥物也是 他的好處就是 即時效果 你用藥 你跑得快一點 你追到好一點 這些東西 譬如你和療病 要打硬倒數 要戒口 令你不會暈得那麼容易 你不要說 將來你的心臟 抹抹太遠了 或者可以做了之後 你可以繼續 你和小孩 就是這樣玩的 即是他會這樣做 這些東西 還有你也想想 譬如他療病的小孩 所以現在都開始多了 那他的飲食控制 又是難的 那開始有些食物 他吃雪糕 他吃哪類的植物 又是相同 但是那個 可以幫他大控制 這裏也都要想的 他們也都不要說 細胞 他不明白 他的療病是怎樣的 其實小孩子 反而你會說 有時多說一些 他病的原因 你爽笑 好像教上生物書 其實都很聚聚聽 因為他們的心態 反而容易吸收 所以improvement 有時可以單獨 跟年輕人談 究竟他的問題 他覺得 最困難的食藥是什麼 不食藥 不是一個罪 我覺得 沒有理由 你不記得食藥 是很正常的 我們醫生 我們有時吃抗生素 是否吃足這麼多日 是否準時 只是自己 可能有時都吃了七彩 我們都會 給他感覺 不是一個罪個性 他就會說 給你看到困難在哪裏 甚至給同學笑 這樣 還有希望 有時 有些常見的慢性病 是敲轉一個最好的 也都值得 不是說只是說 敲轉病聽 其實 給其他人的療程 是怎樣 例如常見的青少年有些慢性病 或者學校那裏 有些慢性病 盡量都告訴其他人 聽他周圍的一些教育 英國的療程 是這樣的 而不是有趣的 他們突然之間 問問喘物噴 噴霧噴霧噴霧 我們覺得是很正常 但那班同學覺得很可愛 試過一個小孩 有一個敲痠病人 他在巴士站 在喘 空氣差 他吸了東西 有個小朋友告訴媽媽 這個叔叔吸毒 他同樣 不出奇 又不知道是甚麼 突然找上去噴霧 突然打針 他在那裡 這些都要在公眾教育 有不同的病 特別是他比較加上 老師學校要知道 如果這個小朋友 他有個青少年有馬性病 需要甚麼病 還有另一件事 有時轉介 可能他就開始由異科 青少年科轉去大 那個階段就是 有時不代表他18歲 他走到adolvician那裏 他一進去 全部的 我覆診的時候 本來一家小朋友 每個都60歲的老人 最慘的是一個18歲女生 我都發覺 15、6歲的年輕人 放在一個內科病房 全部都是老人家 他馬上走到走路 有時都不跟我說 嚇死他 不是嚇死老人 嚇死了年輕人 所以 有時轉變 有時都要想想 他是否準備好 所以現在都好 轉變的情況已經鬆很多 以前 很多很多年前 我們做他復書 12歲就剩下 最慘的 15歲 你把他放在一個病房 收入院 你把他移科 好像太大了 你把他 高馬大 他移科說不行 你把他 老人家 全部都是老人家 但又是不行 尤其是轉變的時候 家庭醫生 你們就發揮很大的作用 一個到幾間 他離不去 中間那段時間 你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聯繫 工作 有些事你可以跟進 起碼讓他感覺到 有個人 有個醫生 是知道他的事 因為你不需要轉接 一向你可能 可以由他 小時候 看到他大 看到他結婚 看到他生日 好了 Mandle health 在青少年來說 Mandle health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重要的話題 哪些是積屈的症狀呢 他沒有Low mood 很低落 最重要的是 Home activity 或者A activity 平時喜歡踢球 他完全沒有興趣 但是香港人很猛 很容易發脾氣 或者攤在這裡 抱著床睡覺 隱蔽青年 現在香港有一個隱蔽青年 不見太陽的 只抱著頭睡覺 有 我現時都有一些症狀 有些症狀 我都要丟他 就是這樣 然後躲在自己 三晚睡覺 幾天不出來都可以 這樣就危險了 如果你有一個病 如果你有一個病 告訴你我兒子是這樣 你真的值得 有時候 如果你走去Home Visit 看看發生什麼事 你可能拿到Diagnosis 救回他 但Hopeless 我覺得全世界都沒有希望 自尊很小 我都是沒有用的 我是一個沒有廢人 睡得不好 吃得不好 這些就是一個象徵 不是說他有一定是 但你真的要留意 這是很重要的physical sign 很累 年輕人沒理由很累 經常告訴你很累 你就要想行用 很衝動做事 開始吸煙飲酒 還有一些病好驅制化 當然最嚴重的 就開始有些自衛行為 自殺的傾向 平時做開的做不到 所以很放忙 平時都是這麼多 一向都讀書 一向都這麼多 那為什麼醫派它不行 OK 沒有什麼 吃開藥不吃 也是一個sign來的 OK 所以再重複 那Medic Risk Factor呢 家庭有個Mandle Health Problem 家裡最近有些conflict 或者有些近親 或者很close的friend 是離去哀傷的期間 Break up 男女關係之外 或者老朋友 老朋友吵架 當然她本身有慢性病 她的身體上 或者性 心理上受到侵犯 有一些traumatic event 可能在等之間 譬如上 馬海嘯完 她有個同學仔不在 那也都會影響到 或者馬海嘯的時候 她剛剛看得到的情況 或者911她看得到的寶寶 撞過去 親眼看得到 這些都是會有很大程度的影響 那本身有些焦慮 當然 學習上很困難 那些 那WHO有幾個sign and syndrome 但是人也不可以 叫比如看 是腦腫癌症 如果她持續性 아이癌症 情緒很波動 或者antry傷 很悲傷 很傷的 甚至低落 把它吃欲 甚至一次中間 也不最愛 一同二 我也另一樣 us 不動的 沒精力的 覺得自己很沒用的 很內疚 做甚麼都是最壞的 集中不到精神 開始有自殺傾向 在這九樣東西 其中有五個symptom 而第一第二 也有 超過兩個星期 當然說不開心 隨時我們每天起床都不開心 不定是連續兩個星期 你都覺得mood很低 這個不只是青少年 大日的diagnosis 都可以是這樣的 有五樣東西 其中一 二 事大一樣 情緒很波動 甚麼都沒興趣做 延續兩個星期以上 就diagnodepression 我相信這些鼻子 我們有時都會有 不過數一下 有時我自己都會有 不過數一下 不夠五個 不用怕 治療法來說 我不會說那麼多 不過我想提到最後的一件 mood depression SSRI 青少年在英國和美國都有很多研究 是作用的 risk 更大 令很多報告在Bedman Journal 說 他自殺傾向更大 所以唯一在英國來說 flusetin 唯一可以用到 比較有mood depression 棘手的 但對青少年的diagnodepression 你都要找精神科醫生幫忙 你最重要的 role 就是家庭醫生 就diagnose到他 treatment 一定要找救病 那這些treatment 我就不會多過了 因為最重要的我們的 role 就是detect到他 拍到他 treatment 一定要跟精神科醫生 我覺得青少年不要自己 如果他有depression 不要自己去 你一定要盡快 share care 有精神科醫生看著 那你中間跟著他 make sure 他跟著好 你的 role 就有chiping 那時就跟著 make sure 他有follow up 這個很重要 ok 那這個就是一些 hyperactive 的心動 或者attention deficit 就是過度活躍 或者集中不到精力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真的做少少事 都沒有辦法坐避 那份活躍 或者 每個人都說 那些小女生過份活躍的 他是不是或者集中不到精神 當作一個diagnostic label 最簡單的就是 我就會問這些貓人 是否他沒有辦法坐定 做他喜歡做的事 如果他沒有問題 不過叫他做功課 是走來走去的 他不是病免性 是其他的問題 最簡單的就是 他喜歡做 他沒有辦法做任何事坐定 那就是 inattention hyperactive 或者走來走去 走上走落 那個小女生都會 就是是否他任何情況都是 他喜歡的玩具 他都玩不久 他就逢了一隻走去 那就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個別性 就未必是 那我想說 另一個問題 就是 suicide 那裏 你會看到 10至24歲 很多時候的問題都是有些意外 變成31%是自己自毀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主要死亡的原因 10至24歲來說 那個病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意外 傷害性的東西 就是最重要的致命的原因 那在我們青少年行為來說 那這些就是參考 就發覺我們 說回來 再回頭 除了之外 運動量 沒有做運動 調查 沒有參與運動 或者 你說 指數非常高 這個危險 真的 這個危險 我們真的要做多些事 這個危險 少於5問疏果 差不多每個人都少過的 2加3 很多沒有的 我們要警告 我們作為一個家庭醫生 應該真的要問他多些 這個是香港data 好像澳門差不多 這個我們跟澳門一起做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就 明慰室報告發報告 都是那麼殘忍 那另一樣 這個injury 我不多說 自殺的行為 都有幾個percent 越高班 就是越容易有 OK 那這些 喝酒 食肥的 反而我的問題 我們未必是這麼多 OK 這個我們要快一點 那我想很合法 講一個研究 究竟有些什麼 令到他有自殺的經驗 因為這個 我們最怕 青少年出現 我們 自殺經驗 在香港的study來講 Consealed自殺的二年 由2001年 我們36個percent 就是有上升的趨勢 OK 那這個是自殺的二年 所以實際 真是行為 實際真是自殺死亡 數字雖然不高 但自殺的二年為低 那裡面 我們會有很多時候 有幾樣的 有些是protective factor 有些就是 有些rispector 那其實 如果一級上去 自殺意念 跟著他有行為 跟著他真的 真的做這件事 那我們希望 早期有時候 我們家庭醫生 在他自殺意念的時候看到 那有很多不同的rispector 那我們或者說 這裡有些展步 都是一些骨傾向 那我們請做一個研究 或者我總結一章 你看回這幾年的研究 都是有一個 就是自殺的經驗 都是浮動的那裡 都是 不是沒有 有時高 有時低 但是 feeling hopelessness是高的 那他看到 用一些研究 當他有自毀的行為 經常感覺到是 哀傷 比較private behavior 早有性行為 女士 或者他不是很注重自己的安全 或者是有些屈的傾向 他都是 是獨立來説 都是一個rispector 這個是自殺的意念 當自殺的行為來説 就是一個exercise 運動其實是protection 令到他機會少一點 所以我們會看到 很多同學的研究 都會有 那 自毅的行為 我會多說一點 其實是令到他自殺的行為 高於他有自毅的行為 那為什麼他有自毅的行為 除了他真的想死之外 他是一個 ask client for help 一個desperate 很desperate desperation 或者他是沒有辦法問得通 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法控制的憤怒 還有一個situation是完全handle不到 或者是後座的態度 或者令到有一個secondary game 令到一些人令到一些內疚 或者secondary game 這個是一個自毅的原因 那裡面哪些會有problem呢 所以我們都想看著科醫生 看著家庭要看 家庭有問題 讀書有問題 跟人的relationship有問題 本身可以抑鬱傾 發學給人欺負 或者做事給人欺負 電信心低 視尊心低 性方面有問題 人際之間有問題 正如 performance 跌 這些都是有些先兆的 我們要處理 如果以前有這樣的試過前科 試過找把刀子戒一下 那你要小心 雖然有時候 有些小朋友玩玩間尺戒 除非他真的開玩笑 如果不是玩間尺 你也要留意 有煙酒濫用的傾向 family problems 自己會isolate自己 這些全部都會令他容易再次自毅 那哪些更加自毅行為呢 一有自毅行為死了 他會找間尺滑兩滑 我怕不怕 我想很多小朋友都會試過玩這些 來到的時候 你要看 究竟他是不是躲在市場 我現在畫自己 那些你沒那麼害怕 但他不是會關在廁所 自己雖然找間尺車畫 那些你叫做留意 特別做的時候 這個harmful behavior 是否想特地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覺 如果想打羅打鼓 告訴別人做 你沒那麼害怕 也不要說有分量 不過我沒那麼害怕 可以說得小心一點 他不想人知道 很想人知道 不想人知道有何分別 還有他想過很久 想一些方法 還有永遠都是 leaving a note 如果有些人在智慧行為 有張紙製寫實 我心無可亂 這些很危險 這些其實是emergency 當你看到智慧行為 有一張note在那裡 是一個emergency 我們要曬記住emergency 你真的要立刻找救病幫你 所以你explore的時候 究竟他智慧行為 周圍的情況是怎樣 他剛才評估他有多重的事 浪費了人聽 他家裏是怎樣 他本身有沒有精神病 家裏有沒有人精神病 那個人有沒有精神的問題 之前有沒有試過 他突然幫他怎樣 所以第一件事 你真的要找家裏人來 他要close的人來 你決定 就要再決定 那之前科醫生決定 立刻留不留下來 都是看這一個factor 那你要看他家庭的環境 最近發生了些甚麼事 家裏的反應是怎樣 如果家裏沒有人召集 都不來的話 你不要真的千萬不要放棄 你真的要找安全的地方放在那裡 還有安全的地方 不是就把他放進醫院 就要真是為了精神專科醫生 看到他 有時候他進入醫院 他收了他的 又是說 剛才有個個案子 有個年輕人 我親自帶他進院 收了他進院 他放在他內科病房 他自己跟著他 下週的爸爸來 就帶他走 終於悲劇發生了 所以真的要看他 真是精神科醫生 看他少了 OK 當然 Self-Harm 如果是management的話 其實你是教他怎樣 解決問題 還有某些治療 治療那裡 沒有這麼說 因為很輕微的 不如說一下 problem solving 我們可以做到 其他治療 我們是不行了 除了我們受到特別訓練 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看他找到的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 他的問題 帶了出來 如果我們有辦法 跟他拆劃到 如何去work out 的話 能夠有辦法 跟他resolve 那些困難度 在哪裏 可以work step by step 是safe to be managed 可能很輕微的治療 因為他不是沒有剛才的事件 但問題是不太嚴重 而是害家人 周圍的朋友 學校可以幫他解決 那他就很危險了 這就是一個tips OK 那另外 為什麽是早期性化 所以性化方面 我們都要留意 很簡單地說 因為早期性化 很多歐美研究 都是覺得 自殺傾向自衛行動 是會多的 因為很可能 他的思想強化衝擊 那方面 所以我們 也都是在這方面 要給他正確的依領 那女士是怎樣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女士比較做意一點 因為可能是早熟 各方面的事情 那protective exercise 還有一個好處 除了心量之外 是對stress management 甚至是情緒影響 是很大 這個很清楚看出來 是一個很獨立的 保護的作用 因為當你運動之外 除了減低限制之外 你的團隊 你有個 hobby 各方面來說 所以運動 是自門醫生說的 真的我想要計算 Mental 就真的那個特異是很大的 所以真的 年輕人 這方面 可以一個減壓之外 對情緒也都是很大影響的 所以是一個好的communication 亦都是讓你沒有isolation 來帶出去 OK 那我想提大家 七八成的自殺 在澳洲一份研究 七八成自殺 各個青少年 一年之內 七八成都看過我們的 所以我們都 不要就留眼 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看過他們 包括那25個青少年 你看我們有些驅體化的病症 心跳 肚痛 手疾 頭暈 有25%的情緒可能 催眠問題 所以我們作為家庭醫生 使用一個專業的訓練 其實都可以跟進他們 因為我們可以察覺 我們可以跨解別 因為我們的行動最好 找射工 我們又可以丟別 農創心理學家 我們跨在不同的解別之間 我們就在中間的圈 所以我們是一個 幾個動作角色 去看精神科醫生 我們又可以問家裡 究竟他有沒有看 有沒有吃藥 所以有些證明 未必我們看 但我們發揮那個大作用 看著他有沒有照顧資料 看著他走了老 或是吃了一些藥 或是沒有效 或是有些失敗效果 走去覆診不去 這也是重要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要 screen out 一些respect 我們希望 現在其實在臨床 也有很多問卷 一些題目 也都可以幫你screen out 有沒有人有anxiety 有沒有人有焦慮 情緒的問題 各方面 其實都有一些 如果你發覺懷疑有時候 也有些問卷 也有中文版本 你可以問一些問題 跟著你的mental state 你去觀察 你都可以做個初步的結論 所以其實在學校層面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去到尾 就需要很專業 但是製造一個 比較cycical social的環境 所以其實你 如果一家醫生從小到大 你也都play a part 在他的成長過程之中 也都早點發覺他有些問題 有些矯正他的problem solving 而且他成長中 他有些想不通 如果那些組織identifier 教到他的話 可能就不需要來到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 都可以給一個很important role 在mental health那裡 就是很簡單的青少爺 就著幾個問題 他的發展過程 慢性病 還有情緒方面 還有幾個東西可以說 每一個特別都可以說很久 或者還有一個很簡單的 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就 我講的就到這裡 或者有些少許 看看有沒有些問題 好 多謝李教授 差點時間 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拯救李教授 請舉手 我們聽了上下兩節課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 原來我們的機場醫生 或者私家醫生 或者家庭醫生 除了體病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今晚 這兩節課 就能夠給大家一些看法 今後在日常的工場裡 就希望能夠發揮出 我們本身專業行事的 應該做的事 因為上一節 由於我們大家討論 我就有一個問題 想訪問一下李教授 最後就說 現在就說 在健康的問題方面來說 除了大家說 很發揚故事 很發炎 很發炎 現在都 有某些機構也好 一些傳媒也好 都很強調 叫做反飾脂肪 transfac 這方面的問題 請問你對這方面 應該是否給我們 忠告呢 你再說多個問題 反飾脂肪 transfac 我轉移脂肪 這方面 我就沒有什麼可以去研究 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 可能我們 我面對的 比較基層 始終我會覺得 其實 當我們可能 接觸了很多問題 還沒那麼嚴重 都還有很多 其他方法 可以做很基本的事 在我們的層面 有時候 我們會想到 一些很刁鑽 我覺得 我自己說 會有些比較 會是比較 可能靜路的 說得不太吸引 就會用一些比較 刁鑽的方法 但其實 基本上 我們現在說 我們是 很好的risks 在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 這些東西 雖然說好像很 在路身上行 其實 發揮的狀況 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 做不到的話 之後 再想想 下一步 我覺得 基本上 拉薩說的幾件事 其實 不是說 知識上的問題 而實際上 我們應該 怎麼可以 做到 而不是 那些比較 alternative 有沒有其他方法 而是 基本上 你怎麼可以 能夠 達到 比如說 現在的三個 你怎麼安排 還有怎麼對活 在生活的食物裏 運動 是怎麼做 你去看 當然 去到某一個 真是搞不定 可能我們 真正的專家去看 我才能看 好 謝謝 徐醫生 在一個問題上 問教授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 就來驗人 最要命是有了 我真是不知怎麼辦 如果 說私隱 就不能說她父母聽 但是 不說 又好像不行 真是不知怎麼處理 那叫她找社工 唯有 但是她有沒有找我 又不知 不知怎麼處理 可不可以通知她父母 我通常 這個是一個 是很棘手的問題 當有十四歲 來的時候 當然 我永遠都說 我絕對不告訴父母 我會跟她談 怎樣 為什麼 你需要找成年人幫你手 都是說第一步 但你立即打她父母 一定不行 一定她走路 很多時候 會第一 男朋友來 跟她談 解釋給她聽 為什麼 你要成人 因為有很多事情 要做很多商議 跟她很可能怕父母 我想 我會說服 你認識她父母 你也要知道她父母 是什麼才行 如果父母真的沒有話 一說 就可能 爸爸會拿刀 拿到男生 又要小心 你要平衡這件事 如果她父母 大部份父母 都是口硬心軟的 如果你評估她父母 是這樣的話 這都是大部份 口硬心軟 有時你會跟她說 你可能發揮了很重要 所以說 會跟她說 父母很多時候都口硬心軟 有時你很多事情 最重要都是他們的支援 那你想想 我又不會立即逼她 你可以給幾天時間 我通常跟她有一個contract 我覺得父母都可以幫到你 不過可能你立即想不到 我不會立即告訴父母 我們回過一兩天 或者再談一談 不過 我告訴你 這兩天你決定什麼 你隨時回來找我 我如果父母 可能我幫幫你 看看怎樣 將我的事慢慢慢慢 告訴她 因為 如果只是社工 社工一定要跟她有工作關係 她和她要處理這些 一定要有經驗 跟父母 我會說 我第一件事告訴你 當然她會很突然 隨時暈在那裏 扔心口 什麼都結果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要跟父母 會說 如果你不正面正 我們香港一句說話 就是你不正面正 那女兒就北上去深圳交替她 那就是怎樣的了 所以你怎樣都要經濟你自己 來幫她 你可能要跟父母做些功夫 始終除非她家庭有問題 如果家庭有問題 就不同 就是社工可以給她 輕 就是要比較 和社工 你一定要 refer 就真的要她 這方面很有經驗的成績 不是就這樣一個 就是一定要有經驗 如果家庭出現問題的話 可能你要 就要找其他的同事 一起想想 你怎樣做 最重要就是 在那段時間 你要告訴她 我會幫你一步一步的想 你做任何事之前 麻煩你和我先商量 最近還有最重要的這件事 但是如果家庭不是有問題的話 你也要慢慢說服她 說出為何要找父母的原因 因為你未成年紀要做 如果是做手術 做蚊子 做什麼決定 始終都是大家聊一聊 好一點 父母最後都是整理的 所以我想你這樣跟她說 你也要跟父母說 如果你是怒氣 只是抱她的話 後果就是 她會去別的地方做一些事情 就是那個災難 你兩邊都要做一些功夫 一般來說 大部分父母都口眼深遠 因為我記得 我回來香港 我最重要的故事就是 我回來香港沒多久 發五年的時候 急診室看到一個女生 還有肚子很大 我第一個癌症 當時我經常想 中國小女兒不會有這些事情 在外國後便會想到患癌症 當時不想 我想到患癌症 我都以為她肝肝肌有鎨 maintenance 還在那裡 摸摸牊要的頭 不要� bu Growling 它destructive 我就不覺得 其實立刻又會問她 everyone 當時我父父也就在那裡 我們慢慢判斷一下 然後 manifesting 快點躺起孩子 我們將來跌倒下去 忍拎吧 慢慢 prod szer心一下 你慢慢說 但那時更慘 就是36周 中了沒有問題 但如果是早期的話 始終一人計算 二人計算 他們都要嚴威牌牌 我覺得要先談 他們兩個簽名人先談 如果你認識他們的父母就容易很多 不然你也要多了解 一步一步砌上去 最危險的就是 你不要只是什麼都証明 我死都不告訴別人 最後如果你發覺 真的是一件事 他兩個男朋友是傻的 有些問題的 或者是有一些強姦性分 有些少計 最重要的醫生一件事就是 Break off potentiality之後 如果是為病人的利益來著想 其實就是青少年代 如果你覺得 都是可能要做 但盡量避免這件事發生 不要在這方面說 一定不說什麼 你自己不要彎 因為我盡量都會 用來都是以你的意見為主 我經常說 以你的出發點為主來做事 但有時你都需要一些救兵 好 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次意見掌聲 多謝